第六个 丽江古城 如果说玉龙江两岸代表着田园墨戈 那么丽江古城就是人间烟火了 正所谓山水游变九十九 不如丽江走一走 对于饱受城市生活之苦的游客们来说 丽江古城就是您缓解疲劳的不二之选 这座史建于南宋时期的查马古道经贸重镇 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 却罕见的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打扰 大体保留着数百年前少数民族古建筑的风格 置身于丽江古城会让你产生一个错觉 仿佛这里不是西南边陲的云南 而是小桥流水的江南 接应古城建筑采用的是青砖辉瓦 庭院路边植被变栽 阴歌厌恶鸟雨花香 又有小河穿成而过 顺着各类沟渠小道 把千家万户联系在一起 夺步城中可见家家流水 户户垂扬阳的雅观 于庭院中杨柳下流水旁 煮酒一壶滴肠浅浊 看人来人往望云卷云书 那是何等快活惬意啊 第七个杭州西湖 水光练艳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雨把西湖比西紫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不仅用一手 引湖上出景后雨赋予西湖千古不散的文化魅力 在杭州围观期间 更是大力疏通西湖挖泥建低 给我们留下了一道享用千年的遗产 一是大名鼎鼎的苏滴 西湖苏滴以其四季如春风景秀丽而闻名 位列西湖实景之一 除了苏滴之外 西湖的另一道美景 就是那接天连夜无情币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莲池荡舟了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道西湖美景 就是我们新版亿元人民币背后的西湖第一圣景 三坛应月了 三坛应月 湖中有岛 岛中有湖 尤其是湖中那三座塔 据说月圆之夜在塔口湖上博指 点上蜡烛就能看到满坛月影的奇观 第八个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是我国仍被完整保留的最大民国风格建筑群之一 至今仍有1800多座碉楼被保存蛮好 2007年开平碉楼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民国时期开平一带匪患横行民不聊生 为了保卫家园 海外华侨纷纷捐钱给家乡修建了这种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 及民生军事功能于一体的特殊建筑 当土匪前来袭击时 百姓就能躲入碉楼 凭借高耸的楼墙和整齐排列的弹孔 抵御土匪的入侵 楼内还囤积有充足的粮食 供给村民持久作战 另外 由于开平地势低洼 站在碉楼之上 就能将十里八尊的景象尽收盐地 能让土匪的行踪无所遁形 前些年 一部著名的电视剧《让子弹飞》 就是以开平碉楼为背景拍摄的 拖了这部神剧的福 很多游客不愿万里来到此地 只为体验一把张马子斗黄四郎的感觉 第九个 泰山 作为中国五月之首 千百年来 泰山在文人默克帝王将相心中 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神圣地位 历代帝王 都以封善泰山为皇帝生涯的最高荣耀 他见证了秦皇汉武一统六合 北诸匈奴的伟业 也见证了唐高宗 唐玄宗 开疆拓图 版图鼎盛的梦幻圣堂 古人对泰山的重视 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 除了历代帝王封善时留下的磨牙石刻 最传奇的就是那颗五代福松 这可是在《时机》中明文记载的 相传秦始皇封善泰山时 陆域暴雨 曾在这棵树下躲避风雨 雨过天晴后 始皇帝把这棵树封为五大夫 流传至今成为了泰安八景之一 除了王侯将相的传说 还有文人默克留下来的遗报 比如五元人民币背后的五月独孙时刻 那就是清朝人预购的书法大作 对了 来到泰山一定不要错过泰山日出 好好体验一把孔老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好气 第十个 道成亚丁 如果说你一辈子只有一次旅游的机会 那么请你一定不要错过道成亚丁 道成亚丁位于我国四城甘孜地区青藏高原 与云贵高原之交 与九寨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此地被称为蓝星上最后一片净土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其原始面貌 亚丁地区风景秀丽 来自雪山的溶水 在这里形成数不清的高原湖泊 剩余的雪水顺着谷地 形成一条条奔腾的溪流和湍急的瀑布 此地绿树成荫 山花浪漫 牛羊成群 在山地间的草垫子上 闲庭信布 细秀着芳草的清香 聆听山野精灵们的欢唱歌曲 与雪山吹拂而来的凉风 来个亲密相拥 能让你忘却人世间一切烦恼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中国十大美景 你若有更好的推荐 还请在评论区留言指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